九夜长生仙草是你猫大爷我的 好呀又是你这臭小子给我死开 这小子怎么回事怎么突然变强了 先不管这小子了 九夜长生仙草才重要 神雷阵 同是神桥姓石头 现在你这实力可是弱了点 威力虽弱可是困住你足够了 这可恶的金色守护者可真的烦人 要是不击败他 看来无法夺走这九夜长生仙草啊 哈哈农尊谢谢你拖住这守护者 这九夜长生仙草猫大爷我就笑那了 小辈大胆你敢 真的是气死我了 又让这小子占我便宜 下次再见这小子我必定第一时间拿他小命 这个所谓的龙尊 体内竟然有黄金神龙血脉 黄金神龙可是远古神龙 等日后神龙宗重建 我要把苍南大陆所有的龙族全都统一起来 化归到神龙宗的门下 哈哈猫大哥 那龙尊居然在你手下吃了亏 你可太厉害了 哈哈哈哈 那可不是 不过白了那金色守护者的一拳 我居然中伤了这下子可麻烦了 猫大哥既然你说的伤 那就快把这猪九夜长生仙草给炼化了 这可不行这可是九夜长生仙草 马大爷平时这么照顾我 我可得留给马大爷 九夜长生仙草先留着 现在服用其他长生仙草 看看能不能恢复伤势 前面又出现了九夜长生仙草 快我们过去看看能不能分一杯羹 猫大哥你听到了吗 又一株九夜长生仙草 听到了 这一次估计可没有上一次 这么好运气能得到 不过万事还是得试试 这里聚集的可都是神桥镜十层的妖羞 在外面可都是天命镜十层的大妖 猫大哥你确定要和他们抢吗 无需担心 在九幽地宫大家都是神桥镜十层 我还是有机会的 现在你先躲远点等会你看我操作 快兄弟们不要在这儿想着九夜长生仙草 前面出现了一片十夜长生仙草 据说得到十夜长生仙草 就有机会获得这九幽地宫的传承 什么十夜长生仙草 真的吗 在十夜长生仙草面前 这九夜长生仙草算个屁 九夜长生仙草都这么难得到 更别说那十夜长生仙草了 我倒不如去寻找其他的长生仙草 九幽地宫的传承只能属于我 你们这群蝼蚁谁都不能和我抢 那龙尊都被骗走了 这下子这种九夜长生仙草必定属于我 不愧是毛大哥 这一招声东击西可用的真样 机操 物六 嘿嘿 道友 刚刚是你再散发假消息吧 没想到 居然还是有聪明人的 不过 更会那些要求发现被骗了 肯定会马上回来 隔下 我还有事 先走一步 想走 不可能 把九夜长生仙草留下了 interfering 地宿 解除这段 脊植 眼督 音 眼督